偏语运用三十,要介绍一个很容易出错的语法 几乎无法,几乎不能 我们英文是用can hardly hardly是几乎不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几乎不能 但是我们经常写成这样子的一个错误 这个almost是几乎,cannot是不能 nearly也是几乎,cannot不能 这个是按照我们中文这样子翻译过来的 其实英文就是用hardly,can hardly 否定在这边 偏偏就是用肯定,can hardly 这个才是正确的英文的写法 如果我们用almost cannot,nearly cannot 这个是有一点我们中文翻译的表达方式 虽然可以看得懂,但是尽量避免 我们还是用can hardly来写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中文 这个中文实在说真的不容易翻 在中文我们先做一个分析 好,没有水喝 这是一个片鱼 它是来讲谁 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 应该是讲在海上漂流的难民 它是来说明难民 好 这个字数很多嘛 对,字数很多 所以我们在前面在讲那个修饰语的时候呢 我们有提到 如果修饰名词单字 通常会放在名词前面 字数比较长的那些片语 经常都是放在名词的后面 所以这个句子我们可以这样子翻 说主词在那边 难民,难民是主词 在海上漂流的 一样是形容词片语 就是分词片语 表示主动正在漂流 好 那没有水喝 没有东西吃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状态 这个是漂流 是进行 这是动作 所以还是观念要很清楚 我们现在先来把这个题目翻译出来吧 难民 就是强调只漂流的难民 the refugees 这些难民在哪里 马上补充说明了 分词片语 floating on the sea 他们在海上漂流 这个floating on the sea是表示 正在 这是现在分词 片语表示正在进行中 修饰主持前面的refugee 那我们又再补充说明 片语没有水喝 没有东西吃 补充 因为他也是修饰前面的refugee 所以要紧接放在refugee的后面 没有水喝 你也可以讲 without water to drink 你也可以用 no water to drink and no food to eat ok 这个就是用不定词片语的写法 没有什么 没有钱可以用 no money to use 没有钱可以买 no money to buy 对 就是这样子 除了no money之外 你还可以写 没有朋友可以聊天 no friends to talk with 好用哦 这个就是放在主持的后面 所以这三个 第一个片语 两个片语 and三个片 连续三个片语 都来修饰前面的主持 the refugee 那动词在后面 几乎快活不下去了 can hardly 几乎无法 活下去就是保持存活 就是用 我们可以用 keep keep then self alive 或者是keep then self living 这个都是可以介绍的 keep 这个就是保持他们自己可以alive 活着 或者是living 存活下去 ok 好 可是我们再仔细思考一下 没有水喝 没有东西吃 可以放在句子最前面吗 可不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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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如果 你要强调 没有水喝 没有东西吃哦 水跟食物都没有哦 你要强调这个概念 你就可以把这个概念 移到巨手 我去写 那我们就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写法 那我们就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写法 那这个片语就是修饰后面的主词了 因为我要强调这个内容 所以放在巨手 表示加强的 那后面就是 那后面就是 The Refugee 后面完全造草 那你觉得 这两个写法 哪一个比较好 都可以 都不错 但是老师觉得 后面这个 No Water to Drink And No Food to Eat 这个会比较有力量 而且朗读起来呢 朗读起来 这边 这边修饰语的 这个句子的字数 跟后面的那个字数 差不多 那念起来会比较顺畅 那这个地方呢 是怎样啊 主词的部分 太长了 你看字数那么多主词 然后后面 动词 这边字数比较少 再朗读起来 可能会比较不流畅 好 这个就是 老师的观念 告诉你 我会这样子翻 其实这两个都对的 继续 我们就来看 这些补充 那也没用Refugees 但是 天灾啦 这个地震啦 火灾啦 还有什么 水灾 这些灾民 英文叫 Victim 叫Victim 那流浪汉呢 叫Vagrant Vagrant 那街友叫 The Homeless Homeless就是 没有家可以回去的 那些人 叫The Homeless 这给同学做一个参考单词 现在我们来看 补充的内容 买不起 我们刚刚是讲一个 Can Hardly 几乎不能 几乎无法怎样 那另外我们一个 什么不起 好 这样子 一 这个很重要 我们常常写错 比如说 我们浪费不起 英文怎么讲 We cannot afford to waste 买不起 Can not afford to buy 那买得起就 Can afford to buy 好用 真的很好用 记起来 这是肯定 经济上 能力上 可以买得起 住得起 用得起 这样子 那买不起 用不起 金文就用否定 用Can not 或者是Can hardly Can hardly又跑出来了 什么不起的意思 要配一个afford to 好 那么 afford to 后面是接动词的 如果你没有动词 是名词 那就用 Can not afford 加名词 这个我们 这样子写 同学可能容易误会 我还是画一个底线 就是说 你可以有两个写法 Can not afford 如果是名词 the house Can not afford the house 就是 我买不起 这个房子 另一个写法就是 Can not afford to buy the house 一样 我买不起 这个房子 好 那这个地方 老师 修正一下 免得同学误会了 他有两种用法 第一个是 直接加名词 第二个是 用动词 附加动词 两种不同的学法 来我们看历史 第一个 Having saved money for years 我怎么一开始用ing 一开始用ing 很简单 那这个就表示 分尺